中秋的三天廉假即将在周五一登场 不过国内BA.5疫情升温 指挥中心估计了明后两天 可能单日确诊数会破4万例 也让不少民众担忧 这样还能口肉吗 重症专科医师黄轩则提醒了 不要跟不特定对象 没有打疫苗的高风险 族群等等四种人一起口肉 面对接下来的疫情 指挥中心预测了 本周增加幅度大约会落在17% 如果符合预期 代表疫情有可能已经接近高峰 而且有趋缓的趋势 但是如果增幅比上周来的高 则显示疫情还在上升的阶段 肥猪猪的烤乳猪不停翻转 再刷上酱汁咸香风味肉感十足 中秋三天廉假即将在周五登场 但国内BA.5疫情升温 重症专科医师黄轩特别提醒 要烤肉可以 但千万不要跟四种人一起烤 包含不特定人士 没打疫苗的高危险族群 毕竟我国光是上周 累计确诊数就比前一周增加 百分之二三点一 指挥中心更预估 本周增加幅度大约落在17% 如果符合预期 代表疫情可能已经接近高峰 而且有趋缓趋势 如果增幅比上周的二三%还要高 就代表疫情仍在上升阶段 增幅呢 其实只能当参考 它有一个一定的误差范围 统计人数呢 会受到黑数的影响 那黑数其实决定于很多民众 他要不要去跟你通报 除了黑数 医师黄轩也发现新冠病毒潜伏期 也越来越短 像是B1.5病毒缩短到只有两天 代表会加速病毒传播率 医师省正南也以葡萄牙经验 推估台湾的疫情发展 看葡萄牙B1.1 B1.2的疫情高峰 发生在今年1月中下旬 最高点来到6万左右 台湾则发生在5月中下旬 数目将近10万 因此推估我国B1.5的高峰 会出现在9月中下旬 但日大约6万例 当然是当作参考之用 毕竟国情不同 还有台湾人口密度比较高 其实5到8万之间这个人数 其实都有可能 除了没有感染过的民众 要注意 由于感染B1.1 B1.2 对于B1.5的保护力 大约是75.3% 有医师预估 也会有一定程度的再感染几率 任何人都不能掉以轻心 记得我请见国 Tipo Do Tipo Do